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有個移民界的大消息 關於關景雄先生離世 中年66歲 對於關景雄搞移民這件事 可以說是我一個的童年回憶 相信對於很多觀眾來說 印象都相當之深刻 不是說我們有移民 我們搞過移民 而是說在九十年代 即是千禧年代左右的時候 關景雄很喜歡在宣傳2下廣告 他的廣告有特別特別的口號令人印象深刻 例如說 保證申請成功 否則元銀奉還 這些八歲聽到你現在快28歲了 都仍然是朗朗上口的說話 所以今天會去和大家看一看 關景雄過往的他人生歷程 還有在2023年提及到移民這件事 其實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大家又會想起 黃、藍、黑暴等 那究竟關景雄他叫做幫人移民 是否等於幫助黃人呢 是否關景雄他做的事就是傷害國家呢 其實就著這方面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我是可以預先和大家說 關景雄是愛國的 當然了 有些人仍然可以故意咬著 關山不放就是說 不是呀幫人移民 那就是等於掏空了中國的國府 將一些中國的人才呀 資金呀 送去外國呀 待會呢 井仔就會詳細解釋 告訴大家 為何一個人 就算他是做移民生意都好 但是你絕對不能稱他是一個壞人 更加就不能去挖關山 就說他不愛國的 待會跟大家慢慢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留言訂閱讚好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記得按隔離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資深的移民顧問關景雄就細細 中年66歲 景雄集團在官方網站發布有關消息指 集團的創辦人兼董事長關景雄博士 在2023年6月與世長遲 集團就指出關景雄一身熱愛公益 為後輩立下良好的榜樣 創立了景雄集團之後 亦積極推動業界的發展 成為業界的僑楚 翻查資料 有移民教父之稱的關景雄 1957年出身在香港 1978年從香港理工工業學院的會計專業畢業 1980年他自己移民到加拿大 可以說是對他人生的移民初體驗 然後在1990年的時候 關景雄就在他所住的住所 加拿大第四大城市 叫做卡加利市 關景雄創立了第一間 景雄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全力做移民顧問 入行至今30年 打出了名堂 根據世界傑出華人轉 形容他 關景雄在創業之初 雖然整間公司沒有幾個員工 聽電話、跑腿 全部都是他自己一個做的 但是關景雄具有其他公司 不具備的語言優勢 不單是精通粵語、英語 甚至乎是家鄉話 叫做開平話 都能夠手道拿來 關景雄以良好的溝通 誠懇的態度 第一年下來 已經成功在創業時賺到第一桶金 接著食證在90年代初 即香港回歸前 一波港人移民的高峰期 據了解 關景雄在創業第一年 在低成本運作下 一個月接到30宗移民個案 一年有400宗個案 提到 景雄移民 對於我們最深刻來說 一定是他的廣告詞 即包括那句 我可以幫到你 申請保證成功 否則元銀奉還 甚至乎 關景雄自己粉密登場拍廣告 是自己成為公司的三招牌 關景雄在創業時 亦在亞洲電視下過廣告 據知 當時 購買了亞洲電視的三萬八千八百元 大家要知道 不是現在的三萬八千八百元 是90年代的三萬八千八百元 播放三十次廣告套餐 首創在電視廣告界上 說出保證申請成功 否則元銀奉還的承諾 震撼業界 不單是震撼移民業界 有很多美白、減肥、護膚 總之很多東西 甚至補習都這樣說 保證申請成功 否則元銀奉還 你報了我這班 拿不到什麼成績的話 就會把錢移送給你 是很多很多的企業 抄它這個口號 抄它這個模式 可以說一句說話 間接是影響了香港很多界別的生態 即是現在我們很多人都是關注 就是說 這些有沒有療效的? 會不會有效的? 你怎樣去保證? 然後大家就很期待 你有關景熊式的保證 我就信得過你了 好了繼續再看下去 在世界傑出華人傳當中的指出 當時移民公司業務起快 關景熊亦把經營的重點 慢慢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地區 在1995年到2000年的時候 就是中國內地技術移民最多的時期 景熊公司當時平均每年 辦理高達1500至2000宗移民個案 殊不簡單 大家要知道 你搞移民 你不是說移民公司只是賺一萬元那麼少 特別就是 你當時能夠去光顧移民顧問公司那些 簡單點去說 非富即貴 就算是中產 也不是問邊的中產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麼多年來就是 你可以在心裏面打個算盤 你當便宜一點少一點 一單賺十萬 不過肯定沒有那麼少 甚至乎 上網聽人說 一單可能 總之 金額比起十萬更多 所以 究竟這間公司的年收入 或者總收入的利潤去到多少呢 不過大家都要去想 你要扣除人工 地租 很多很多成本 真正有多少代到落袋呢 這些不得而知 因為 這一間的顧問公司沒有上市 所以 財務狀況是不需要向外公佈的 好了 對於關景熊的突然離世 有不少的網民留言悼念 就說 永遠懷念你 有很多人都覺得很突然 也有人說 老闆就不是走了 他只不過提前去其他地方移民 去一個所有人將來都會去的地方 在這裏說多一點點 其實在2013年的時候 關景熊是曾經被人控告的 是被什麼人控告呢 是被一個國家去控告 原告就是一個叫阿魯阿圖的共和國 他們負責處理移民的駐中國大使 入品香港高等法院 就說 關景熊在2013年10月 接受周刊訪問的時候 提及阿魯阿圖 說了一些負面的說話 令到這個國家的移民數字下跌 所以 一個國家要去控告一個人 就叫他去賠償和收回言論 阿魯阿圖大概十幾年前 經常都說 阿魯阿圖是我想住的地方 有個小女兒這樣說 相信現在那個講的小女兒 都已經亭亭欲立 當時就成為了港人想去移民的地方 亦都被部分內地人視為一個可以移民的國家 但最後 因為2013年的時候 其實資訊都不太流通 大家都是看電視 或者上少少討論區 而不是的 就是一些娛樂八卦雜誌 了解到阿魯阿圖是怎樣 但是聽說 我不是太有印象 阿魯阿圖 好像就不是想像中那麼鳥語花香 好像背後還有一些故事在 不過 這一宗的民事案件 最後都沒有了下文 即是2013年就入稟 然後2014年的時候 最近那次新聞就說 好像說人家那邊 還在進行文件 最後就沒有一回事 因為這些是民事案件 不是刑事案件 所以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會有個盡頭 因為你刑事案件的話就是這樣的 即是有個犯人在 那要不就坐牢 要不就脫罪 那你也會有個結果 但是民事那些 是可以因為種種原因 最後就變得不了了之 或者叫做無疾而終 好了 看完2013年2014年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說 關景雄先生是愛國的呢 跟大家看看一個 2016年的新聞 大家要記住 是2016年 並非2019年 在2016年11月13日 關景雄 他就以香港工商總會的會長 在街上接受訪問 因為他當時就參與一些 反港獨撐釋法的活動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自己當然是非常支持 因為他就說 因為這些是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 一定要支持釋法和反對港獨 自己就會全力支持的 他就說 作為香港人 我們在香港出生 香港就是我們的家 我們一定要支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因為有了安定的環境 民生和經濟才會好 所以我就是關景雄 就一定支持的 以及 也是需要人大釋法 以及反對港獨 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 關景雄 2019年 就可以發賣一些發財 因為很多人叫做 離開香港 但是以我認知來說 其實關景雄 我覺得 他的算盤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是真的要香港的整體經濟環境變好 越來越多一些 資產正值高的人選擇去移民 因為他們資產正值高的話 他們就不是說 背囊就走到的 他們可能還有很多的背後資產 其他東西要去處理 所以他們就要用到一些移民顧問公司 在這些狀況之下 他的移民顧問公司才能夠賺到錢 但是你說 對於那些自己申請的護照 背囊 銀行只有幾萬元就走過去那些 其實就算這些人再多 但是 是不是真的能夠推進到 關景雄這一類的移民顧問公司 我就不認同 所以 為什麼就是 其實關景雄 絕對是不希望香港亂的 他反而是一定會希望 香港更加好 最好就是說 19年的事情沒有發生 因為他相對來說 是服侍一些高資產正值的人 那麼能夠高資產正值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不會是黃人 對不對 你高資產正值的一定是正常人 所以為什麼呢 有些人 我不知道是故意曲解還是怎樣 一定就會覺得 關景雄 不知多希望香港亂 多些人扔磚 嚇壞了整個香港 然後每個人都打算走 關景雄就發財了 其實有沒有19年那件事 關景雄都發了很久 還有 黃人們 他們也很早 弄了很多網站 就列出了 究竟哪些是藍店 哪些是黃店 其實除了是食市之外 有些提供服務的商店 都會被列入 關景雄的移民公司 一早就已經被人定性了是藍店 好了 跟著就跟大家理性去說一下 有些人可能會說 喂 不是吧 他協助香港人和內地人移民 等於 將人才 將這些錢 即是他們所擁有的存款 就送給西方國家 給外國使用 這一點我不否認 因為對於移民這一點 其實就不對等的 不是說 有很多人移民過來西方 跟著西方就有很多人 就會有同樣的人數移民過來中國 因為移民過來中國 是一件極度極度極度困難的事情 就算你是世界的超級精英 都不代表你能夠順利 可以拿到中國的綠卡移民到過來 但是 如果你說你身為中國人 我希望移民去到外國的話 門檻就真的很低 你不需要是世界超級精英 甚至乎你不需要是普通中產 是說可能你廢清你銀行有五萬元 你夠膽揹著背包 你都已經可以移民去加拿大 英國 其他那些地方 由於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所以會導致到 看上去就是說 關景雄幫了很多中國人離開中國 大家要想想 關景雄最主要在90年代發跡 當時其實你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你沒有那麼多的信息可以了解到 究竟真正的外國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在90年代的時候 正正就是很多那些 荷里活電影 很多那些文章 影片 電視劇 會跟你說 外國就鳥語花香 去到外國不用做些錢都會跌下來的這些信息 當時資訊不發達 每個人聽到這些 每個人都想飛去外國的 跟著 想去外國 但又不知文件上怎麼搞 正正就是 吃到資訊不流通這條水 所以為什麼呢 當時會有移民公司能夠應運而生 總之 只要你能夠給到錢的話 你的公司會有配套幫你去搞的 文件幫你遞賣 文件幫你交賣 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依照當時的政治環境 移民行業的慶望 這是必然的 是一定會應運而生的 就算你說關景雄他 有其他人身際遇 他不去做移民公司也好 總會有其他人去做 這件事是沒辦法的 還有一個人因為他的個人經歷 而令到他極度擅長去做顧問這件事 能夠去幫到人的話 並且以此去作為自己的職業 其實絕對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還有關景雄做的事 全部都合情合法合理 他不合情合法合理 神組間公司被人封了 還有他搞移民公司 雖然他當然要在其他國家有分店 但是他在香港又要下廣告 在香港也要請人 想移民的客人去接觸 所以對於香港對於中國來說 都有個回饋 還有他在香港的生意部分 他在中國的生意部分 他都需要交稅給政府 現在有些黃人開始在吹 關景雄走得太前 黃人之父 甚至關景雄應該要亂 和張超雄一起 兩個在拍廣告 一個是難民之父 一個是疑民之父 很多黃人在留言陰陽怪氣 就說關景雄做得好 其實真的和關景雄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不是拿著槍 逼你移民的 他沒有 他是作為一個中間人 你本身要有這個意願 他才能夠幫到你 還有不要經常覺得 牽涉到外國 又或者叫做幫助少少外國賺錢 就必然是壞人 大家想想 華記 賣日本樓 其實都是有相關的稅務 會給日本政府 是不是 難道你又說 華記就是壞人 華記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是不是 是真的不可以 就是說 妖魔化所有 和外國有關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和大家逐個逐個數 李子敬 陳詠欣 肥仔傑 三個都去過外國留學 是不是 李子敬 甚至乎幫過西人參選 一些政治的事情 是不是 另外 新潮民的Sentino 又是從澳洲回來 以前的蘋果日報都有寫的 如果你要再去數的話 其實香港的政界 這些例子是比比街市 甚至乎就是 我剛才的例子 我隨口說 如果認真再去做資料搜集的話 可能是有更加多 你不可以說因為一個人 他在外國做過生意 是 他交稅給外國政府 就代表了他不愛中國 是不是 有時候你要有一些海外留學的經驗 在海外做過生意的經驗之後 你才更加明白西方世界那套的玩法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們特別是一些營商的人 當然就是希望 要學會在外國做生意 到時便可以賺取外匯回來香港去用 當然 當然 你的人 你的生意在外國那裡 小不免就是會被人抽水 還有 國際化正正就是香港其中一個獨特性 所以 關京雄他做的事情 當然他自己的荷包是飽滿 但是間接上來說 其實都有少量的成分 就是促進香港是進一步國際化的 因為這樣說 你說有很多人移民 有很多人走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移民有時候跟結婚一樣 有些人是可以一生一世的 但是有些人是不會一生一世的 即是移民會有回流 結婚會有離婚 所以 程度上這一點 都是促進了一個 文化之間的交流 甚至乎你數回100年前 在清朝的時候 清政府都會派人去西方那裡 去學習一些先進的技術之後 再回來中國為國所用 例如說 那些錢學森 我們一些彈道導彈技術 很多這些東西都是說 文化之間的交流 當然有部分的中國人 是他去到外國之後 他就不願意回來中國 始終一樣米釀八樣人 那你就不可以 一棒吐下去就說 總之關景雄幫人離開中國 他就是壞 千萬不要這樣說 因為這樣說 其實是對於關景雄先生 一種抹黑和不尊重的 還有你這樣一刀切就看待所有人的 香港沒有政客愛國 因為甚至乎這樣說 我心中很尊敬很敬重的 何君堯律師 他都有少少的法律學歷 是在外國那裡所研習得來的 這樣說 香港都沒有那麼多人 好像我這樣 根證苗紅的 即是說幼稚園去到大專 全部都是說 在香港就搞定了 總是有些是外國回來的人 跟著愛中國的 其實和大家一起愛中國 是完全沒有一個隔膜在這裏 即是各自有各自的領域 各自有各自的本事和能力 在不同範圍上面 就發光發熱這樣解 最重要你要去看看一個人 究竟他發財立品之後 究竟他怎樣去回饋香港這個地方 還有跟大家說多一點 雖然現在又是另一波所謂的移民潮 但我自己就覺得 對於一些移民公司來說 其實移民的生意 反而未必那麼吃香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以前90年代 你就可以去吃資訊 不流通這條水 跟著自己 就成為掌握少數資訊差的權威 那每個人都要去靠你 但是現在很多人懂得上網找資料 資訊流通了很多 還有你也會有其他人 會自願去彌補資訊差 其他那些 我不靠移民公司 我自己能夠順利來到的事 然後再拍片分享我的理程 等其他人學到之後 就不需要去光顧移民公司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自從19年之後 越來越多人去透露真相 有很多影片可以讓大家知道 原來你心中所謂 心心念念了語花香的外國 原來是一個什麼狀況 當很多人知道 原來外國是這麼破爛不堪的 甚至乎大家預計到 未來西方世界的環境 治安將會變得很差的時候 那你都不會去移民 對吧 所以單純你說移民人數多了 就真的未必代表 移民公司他們能夠 賺取利潤的數字 是會愈來愈多 當然啦 你總會遇到少量的紅利 但是對於整個行業來說 未必就是一個正向的長遠發展 還有 移民顧問公司來說 他們都會有同行競爭 因為但凡你在任何一個行業 做得出色成功的行業 沒錯 你是能夠吃到頭淡湯 但是 之後總會有其他人 是模仿你的形式 模仿你的做法 然後再提供一個更加廉價的服務 去競爭這個範圍的市場 為什麼我會強調 移民的行業關山不做 其他人都會去做 只要你做的事符合國安法 你不是帶著中國機密資料 賣給外國 你不是去協助一些貪官洗黑錢 再把別人的子女大小 保送去外國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到 關景雄和洗米華 為什麼各自的下場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合法 一個是不合法的 還有關景雄他的奮鬥史 真是很完完整整的香港人精神 真是獅子山精神的故事 即是初初他就叫做 畢業之後 我看他的描述 甚至乎就不是說 香港不是中大 因為那時候 Poly好像未升格大學 應該就不算是大學畢業了 但是在那時候 說你有些中學或以上的文憑 都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當時的關景雄 就自己一腳踢 自己去做移民 就不是說 找一間大公司 屈居於人下 去成為別人的齒輪 因為就算你再厲害都好 你做打工仔 你確實是可以生活負足的 但是你就未必能夠發達 從來都是說 你要擁有自己的公司 你要擁有 your own business 你才可以發達 打工皇帝不是說沒有 但是就很少 香港人的精神 從來都是說 野蠻生長 周圍去其他地方 去發掘一些新的機遇 關景雄是完全做到的 即是那些創業 跟著所有東西 自己一腳踢 親力親為 剛才去看關景雄 即是2016年的訪問 都是說相隔七年 他一六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是相當精神和年輕 即是他的黑頭髮 比我更濃密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就離開了 還有是六月離開 接著去到七月中 才公佈相關的消息 其實66歲 真的很年輕 因為還是當打之年來 特別關景雄 他是作為公司的最高層 他不用擔 不用擔 不用曬陽光 也不需要準時上班 因為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做一些重大的決定 因為他這間公司 已經營運了三十幾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上軌道了 甚至乎 他自己休息一個月到處去玩也好 都應該不會影響到公司的任何運作 其實好像這些CEO的職業 本不太受年齡的影響 即是李嘉誠 他八十幾歲都還在做 是去到九至頭的時候 才選擇退下來 總之這個消息 真的相當之突然 即66歲 一個小小看到現在的人 原來看法都是66歲 真是相當年輕 相當可惜 去到最後 原關景雄先生 就一路好走 因為 真是小小看他的廣告 看得大 我相信去到將來我再大些 可能去到我四十幾六十歲的時候 我也是絕對 會仍然繼續去對關景雄先生的廣告 是留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在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